请继续收听阿莱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有众维维演播 翁多一息的脸被狂喜扭歪了 泪水从他眼里闪然而下 我对着人群大叫一声 没有舌头的人说话了 人们一面小声而迅速地向后传递这惊人的消息 一面向我们两个围拢过来 这是一个奇迹 激动的人群也像置身奇迹里的人 脸和眼睛都在闪闪发光 激嘎活佛叶完生赶来了 几年不见他老了 脸上的红光荡然无存 靠一根漂亮的拐杖支撑着身体 不知翁波一息是高兴还是害怕 他的身子在发抖额头在躺汗 是的麦奇甲的领地上出现了奇迹 没有舌头的人说话了 普苏一家人也站在人群里 他们不知道出现这样的情形是福是祸 所以都显出紧张的表情 每当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 总会有一个人出来解释 大家都沉默着在等待 等待那个解释者 激嘎活佛从人群里站出来 走到我的面前 对着麦奇土司 也对着众人大声说 这是神的眷顾 是二少爷带来的 他走到哪里 神就让奇迹出现在哪里 以他的话 好像是我失去舌头又开口说话了 活佛的话一出口 吐司一家人紧张的脸 立即松弛了 看来除了哥哥之外 一家人都想对我这个奇迹的创造者表示点什么 跟在父亲身后向我走来 父亲脸上的神情很庄重 步子放得很慢 叫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但不等他走到我跟前 两个强壮的百姓突然就把我扛上了肩头 猛一下我就在大片涌动的人头之上了 震耳聚龙的欢呼声 从人群里爆发出来 我高高在上 在人头组成的海洋上 在声音的汹涌波涛中飘荡 两个肩扛着我的人开始跑动了 一张张脸从我下面闪过 其中也有麦奇家的脸 都只闪现一下 便像一片片树叶从眼前飘走了 重新引入了波涛中间 尽管这样 我还是看清了父亲的黄霍 母亲的泪水和我妻子灿烂的笑容 看到了那没有舌头也能说话的人 一个人平静地站在这场抖起的旋风外面 和核桃树浓重的阴凉融为了一体 激动的人群围着我在广场上转了几圈 终于像冲破第一房的洪水一样 向着旷野上平整的麦地奔去了 麦子已经成熟了 阳光在上面滚动着一浪又一浪 人潮卷着我冲进了这金色的海洋 我不害怕 但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欣喜若狂 成熟的麦力在人们脚前飞溅起来 打疼了我的脸 我疼得大叫起来 他们还是一路狂奔 麦力跳起来打在我脸上 也不是麦力而是一粒粒灼人的火星了 当然麦奇吐司的麦地也不是宽广的没有边际 最后人潮冲出麦地到了斗起的山前 大片的杜鹃林横在了面前 潮头不甘地涌动了几下 终于停下来哗啦一声卸完了所有的尽头 回望身后大片的麦子没有了 越过这片被践踏的开阔地是关寨 是麦奇吐司雄伟的关寨 从这里看起来显得孤零零的 带点茫然失措的味道 一股莫名的忧伤涌上了我的心头 叫做人民 叫做百姓的人的洪水把我卷走 把麦奇家的其他人留在了那边 从这里望去 看见他们还站在广场上 他们肯定还没有想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也不清楚怎么会这样 但我知道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这件事情在我和他们之间 拉开了这么远的一段距离 拉开时很快 连想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但要走近就困难了 眼下这些人都跑累了 都瘫倒在草地上了 我想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奇迹出现 也从来不是百姓的奇迹 两个小丝也叫汗水弄得湿淋淋的 像跳到岸上的鱼一样 大张着愚蠢的嘴巴 脸上却是我脸上常有的那种傻乎乎的笑容 天上的太阳晒得越来越猛 人们从地上爬起来三三两两地散开了 到正午时分 这里就只剩下我和索郎索郎小二姨三个人了 我们动身回观寨 那片脉地真宽啊 我走出了一身臭汗 广场上空空荡荡 只有翁波一熙还坐在那里 翁波一熙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 自从失去了舌头 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丰富了 短短的一刻 他的脸上变出了一年四季 于风雨雷电 他没有再开口 仍然眼睛和我说话 少爷就这样回来了 就这样回来了 我本来想说 那些人 他们像洪水把我席卷到远处 又从广阔的原野上消失了 但我没有这样说 因为说不出来背后的意思 说不出真正想说的意思 洪水是个比喻 但一个比喻有什么意思呢 比喻仅仅只是比喻 就不会有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真发生了奇迹吗 你说话了 你真是个傻子 少爷 有些时候 你叫奇迹水一样冲走了 他们是像一股洪水 你感到了力量 是 很大的力量 控制不了 因为 没有方向 方向 你没有指给他们方向 我的脚不在地上 我的脑子晕了 你在高处 他们 要靠高处的人 指出方向 我想 我有点明白了 我 我错过什么 你 真不想当土司 让我想想 我想不想当土司 我是说 麦奇土司 麦奇家的二少爷就站在独独的日头下面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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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寨里 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最后 我对着关寨大声说 想 声音 很快就在白花花的阳光里 消失了 王伯一席站起来 开口说道 奇迹 不会 发生 两次 现在我明白了 当时 我只要一挥手 洪水就会把阻挡我成为土司的一切 席卷而去 就是面前这个关寨阻挡我 只要我一挥手 洪水 也会把这个堡垒席卷而去的 但 我是个傻子 没有给他们指出方向 而任其在宽广的麦地里 耗去了巨大的能量 最后一个浪头 撞碎在山前的杜鹃林带上 我拖着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 还是 没有一个人出来见我 连我的妻子 也没有出现 我倒在床上 听见 一只靴子落在地板上 又一只靴子 落在地板上 声音 震动了耳朵深处 和心房 我问自己 奇迹 还是 洪水 然后 满耳朵 回荡着洪水的声音 我 慢慢睡着了 醒来时 眼前已是 昏黄的灯光 我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里 这是 塔纳的声音 我 我是谁 你是 傻子 十足的傻子 这是 母亲的声音 两个女人 守在我床前 她们都低着头 不肯正眼看我 我也不敢看 她们的眼睛 我的心中 涌起了 无限忧伤 还是 塔纳清楚 我的问题 现在 你知道 自己在哪里了吗 在家里 知道 你是谁了吗 我是傻子 麦奇家的傻子 说完这句话 我的泪水 就下来了 泪水在脸上 很快坠落 我听到 刷刷的滴落声 听见自己 辩解的声音 慢慢来 我就知道 要慢慢来 可是事情 变快了 母亲说 你们俩 还是回到边界上去吧 看来 那里 才是 你们的地方 母亲还说 现任 现任 土司 没有了之后 他也要投奔 他的儿子 母亲知道 等待我的将是个不眠之夜 离开时 他替我们把灯油填满了 我的妻子哭了起来 我不是没有听过女人的哭声 却从来没有使我如此难受 这个晚上时间过得真慢 这是我第一次清晰的感觉到时间 塔纳 哭着睡着了 睡着了 也在睡梦中抽气 她悲伤的样子使我冲动 但我还是端坐在灯影里 身上的热劲 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后来 我又感到冷了 塔纳醒来了 开始 她的颜色很温柔 她说 傻子 你就那样 一直坐着 我就一直坐着 你不冷吗 冷 这时 她真正醒过来了 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 便又缩回被窝里 变冷的眼里 再次淌出成串的泪水 不一会儿 她又睡着了 我不想上床 上了床也睡不着 就出去 走了一会儿 我看到 父亲的窗子 亮着灯光 棺带里一点声息都没有 但肯定有什么事情 正在进行 在白天 有一个时候 我是可以决定一切的 现在是晚上 不再是白天的状况 现在 是别人 决定一切了 灯里的油 烧尽了 月光 从窗外照进来 后来 月亮 也下起了 我在黑暗里坐着 想叫自己的脑子里想点什么 比如 有一个白昼到来时 我该怎么办 但 却什么 都想不出来 平生第一次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白昼 是怎么到来的 塔纳醒了 但她装着还在熟睡的样子 我仍然坐着 后来 母亲进来了 脸色灰黑 也是一夜没睡的样子 她又一次说 儿子 还是回边界上去吧 再不行 就到塔纳家里 把你的东西 全部都带到那里去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 我就能思想了 我说 我不要那些东西 塔纳离开床 她穿上段子长袍 晨光就在她身上流淌 别的女人身上 就没有这样的光景 光芒只会照着她们 而不会在她们身上流淌 就连心事重重的 吐司太太也说 天下 不会有比你妻子 更漂亮的女人 塔纳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我丈夫像这个样子 也许连他的老婆 也要叫人抢走 吐司太太叹了口气 塔纳笑了 那时候 你就可怜了 傻子 在麦奇家 好多事情 都是在早餐时定下来的 今天 餐室里的气氛 却相当压抑 大家都不停地 往嘴里添冲食物 大家像是在进行 饭量比赛 只有我哥哥 用明亮的眼睛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发现 他看的最多的 还是吐司父亲 和我漂亮的妻子 早餐就要散了 不是他们的家吗 哦 当然当然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 他也该清楚 啊 边界上的地方 并不能算是他们的地方 啊 我的领地 没有一分为二 土司 才是这块土地上 真正的王 我说 那 让我替王 掌管那里的生意 我的哥哥 麦奇家王位的继承人 麦奇家的聪明人 说话了 他说话时 不是对着我 而是冲着我的妻子说 你们到那地方去干什么呢 那地方特别好玩吗 卡纳冷冷一笑 对我哥哥说 原来你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好玩啊 有时候 我是很好玩的 这话 简直是赤裸裸的挑逗了 父亲看看我 但我没有说什么 土司便转脸 去问塔纳 你 也想离开这里 塔纳 看看我的哥哥 想了想 说了两个字 随便 土司就对太太说 教两个孩子 再留些日子吧 大家都还坐在那里 没有散去的意思 土司开始咳嗽 咳了一阵 开起头来说 啊 散了吧 大家就散了 我问塔纳 要不要出去走走 他说 你以为 还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吗 对付我母亲时 你很厉害嘛 现在怎么了 是啊 现在 怎么了 他那冷冷一笑 现在 你完了 我从观寨里出来 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 平时 这里 总会有些人在的 眼下 却像被一场大风吹过 什么都被扫葬得干干净净了 我遇到了老行行人 我没有对他说什么 但他跪在我面前 少爷 求你放过我儿子吧 不要叫他再跟着你了 将来他是你哥哥的行行人 而不是你的 我 我想一脚踹在他脸上 但没有踹 便走开了 走不多远 就遇到了他的儿子 我说 你父亲 叫我不要使唤你了 大家都说 你 做不成吐司了 你滚吧 他没有滚 吹着二一家的长手 站在路旁 望着我用木棍 抽打着路边的树丛 慢慢走远 我去看桑基捉马和他的银匠 银匠身上是火炉的味道 捉马身上又有洗锅水的味道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他 捉马眼泪汪汪的说 我回来就对银匠说了 跟上你 我们都有出头之日 可是 可是 少爷呀 他说不下去 一转身跑开了 我听见银匠对他妻子说 可你的少爷 正归是个傻子啊 我望着这两个人的背影 心里茫然 这时 一个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要杀了这个银匠 索郎索郎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我的身后 他说 我要替你杀了这些人 杀了银匠 我要把大少爷也杀了 可是 我已经当不上吐司了 我当不上了 那 那我更要杀了他们 他们 也会杀了你 让他们杀我好了 他们 也会杀我 他们会说 是我叫你杀人的 索郎索郎睁大了眼睛 少爷 难道你除了是傻子 还是个怕死的人吗 做不成吐司 就叫他们杀你好了 我想对他说 我已经像叫人杀了一刀一样 痛苦了 过去 我以为当不当吐司 是自己的事情 现在我才明白 吐司 也是为别人当的 可现在 说什么 都已经晚了 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赵金 徐国志 MIDI制作 孙书宝 录音合成 人媒 监制 石永强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